今年21号13点42分 中国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11号运载火箭 成功地将吉林1号光谱01型、02型和搭载着 凌确1A型、肖香1号03型发射升空 卫星均进入预定轨道 专家表示中国卫星摇杆技术从跟跑到并跑 数据应用也从依赖进口到自力更生 进而出口至发达国家和地区 如今中国摇杆卫星正在商业化市场当中不断地提速 吉林1号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商用摇杆卫星星座 吉林1号光谱01、02型均为新型多光谱卫星 搭载多光谱成像仪、红外相机等载荷 可与此前发射的10颗吉林1号卫星组网 为林业、草原、航运、海洋等行业用户 提供摇杆数据和产品服务 灵确1A星具备对地拍照、视频成像、高速速船、 星间通信等功能 肖像1号03星主要用于验证无线电通信及小型摇杆实验 用于此次发射的长征11号运载火箭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研制生产 发射测控任务由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负责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299次飞行 据了解 2008年 中国建立了以中国资源卫星中心为主体的 陆地卫星集中处理广泛分发的体系 但分辨率主要以中低分辨率为主 很难实现商业化应用 2010年 中国启动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 其中2014年发射的高分2号 在国产摇杆卫星中首次达到亚米级分辨率 目前共有6颗民用高分系列卫星载轨运行 专家表示 中国商业摇杆已迈出步伐 2015年 中国首个商用摇杆星座吉林1号发射首星 目前已有12颗卫星载轨 为10多个国家 20多个行业 100余佳单位 提供了多种类型的摇杆信息服务 该项目计划于2030年 完成138颗卫星组网 届时将具备10分钟内 重访全球任意地点的能力 2018年初高颈1号四星组网 形成中国首个0.5米分辨率商业摇杆星座 使国产商业摇杆数据水平 进入国际一流行列 分析指出 如今中国中低分辨率数据 基本实现自给自足 高分辨率数据 已占到国内市场的85%左右 并进入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市场 中国卫星摇杆技术 从跟跑到并跑 数据应用也从依赖进口到自力更生 进而出口至发达国家和地区 如今中国摇杆正在商业化市场上高歌猛进